好,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们,今天来 录Krita 那春节到了,大概 你可能会想做出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 把 好的照片,然后以 春节这样子的文字 把它 选出来,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那另一种是像这样子 就是他 旁边可能加了一个淡淡的 灰色,稍微遮起来,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把灰色的这个部分剪下来,透过这个文字把它剪下来,创造出一个 镂空字的一种做法,就是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 但是中间有几个 基本核心概念,我要跟你解释清楚,所以可能会花的时间多一点 好,那你就要理解我们这样,这一堂课都很慢 观念 搞清楚比较重要,你要耐心的听 基哲学技巧是没有用的 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谈一下,这样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我们假设我们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OK,这是我的预设值 19201080 确定 那 就是把它缩小一下 我基本上习惯在这边稍微拉小一下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先把一个字 我们先把一张图片抓进来 插入为新的图层 他会把照片当作一个新的图层 那我们来解释我们怎么操作图层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移动 这三个其实是图层的操作的部分 这三个是图层 其实每一个 对标的概念不太一样 其实Krita 观念性还蛮强的 观念性还蛮强的 你要懂向量,你又要懂点阵图文 都概念,你搞清楚了 你在操作它才不会乱掉 好,那这三个是图层的 那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移动 你按一下它 有没有发现绿绿的这个线 表示图层很大 我这张照片的图层 远远的大于 19201080所谓的 那个画布 画布就这么大 可以显现的部分 画布就这么大 图层是这么大 就会是这样 那你再按这个叫移动 或者变形 好 你点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图层稍微拉大一点 这个地方是图层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拉大 你在拉的时候呢 先按滑鼠左键按下去之后 记得按shift键 这样子我们在拉的时候 左右的 上下左右的比例才会出来 不然你那个 相片的比例就会乱掉 好 拉大了对不对 这稍微放小一点 拉大了嘛 我们可以小一点 好这整个都拉大了 然后呢 你可以这里也可以这里 看你 我们一样点这边就可以移动 把照片移动到一个你最想要的 状况 这是整个图层 你再按这个 移动 点它 这是绿绿的图层 这个是绿绿的图层 单纯的移动图层 一样你还可以移动它 好这就是我们要的 把图层 照片的放大缩小变化 先把它处理掉 这基本上是我们要先 先教你的部分 好 那第2个呢 我们就先加上一个灰色的 加上一个灰色的那个 透明图层 你会加吗 好 点这边对 我们这边 新增颜料图层 一般的点阵图 其实你如果按这个键 它直接就是这一个 新增一个颜料图层 但这个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灰色的灰色的 灰色的怎么加呢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前景色背景色 点下去 找到一个灰色的 希望你要灰色的 这个灰色是我要的 好 确定 点它 点这个颜料图层 把这个灰色的颜色拉着 直接拉进来 等于把它涂上去了 都一层灰色的 看到没有 那我们要透明 透明下去 所以不透明度是在这个地方处理 不透明度在这个地方处理 看到没有 不透明度在这个地方处理 这样会了吧 好 看看你要多么的透明 或不透明 那这次我们要加上一个文字的概念 我们要加上一个文字的概念 就是这样 好 那文字这个地方有一点 好没关系 图层 图文字放在这边 基本上是向量图层 我们在操作上 文字也是当向量图层 来处理 你也不管 文字等下去 好 稍微拉一个这个圈 没关系 他这个文字的编辑器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写一个 春节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处理 字呢 找到我们刚才有找到的这个 超米花 刚超米 我喜欢的 字蛮大的 这个地方呢 455好不好 456 就是我们刚才有操作过的 没关系 你也不用担心 456蛮大的 按Enter 就看到他的大小 储存 关闭 有没有看到 春节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向量 点着他 点着个物件 这个物件流就可以拉了 那春节姿态小怎么办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春节姿态小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去处理他 有几个做法 一样 我按这个文字的图像 再点两下 出来了 继续调 456不够 大 556怎么样 Enter 556搞不好可以喔 储存 关闭 好像又不够大 这个是选取嘛 选取他点两下 踢了对不对 踢了 点两下又跑出来了 不够大 再大一点 66 656好了 656 OK Enter 越来越大 储存 关闭 喔 选取看选取 他会自动跑到选取出来 这是一种做法 这是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 第二种做法是这样子 是这个 我们这个是图层 有时候 没关系你先理解 一个是文字直接变大 一种就是我不要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图层 这个是图层 换句话说这个图层的大小 跟我们字的大小 一样大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 通过这个什么图层的变形 变形的工具 滑鼠这个地方 拉着他要拉的时候记得按 Shift键这样子我就可以 左右的一比例的变化 图层被拉大 注意这是整个图层 图层 整个图层 希望这个概念你有 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看看你要哪一个 我直接单纯的 变化文字 或者变化图层 就会是这样 好 那他这样就结束了 那再过来我们现在是 要把 春节这两个字 选取出来 这样我们这样做很多事情 你怎么选取 这其实是核心概念 往下讲之前先让我 花点时间好不好 这个是向量图层 我们如果用一个简单的 圆形 画一个简单的圆形 没有跑出来 现在这个地方跑出来 有个圆形 我们以前教过了 这是向量的 点他 这个圆形被拉出来了 对不对 向量物件 如果他是单纯的向量物件 我们如果按右键 有一个转换形状为向量选取区 有没有 他的选取 他的选取就出来了 他的选取就出来了 那他就是向量可以被选取出来 不知道什么 8格没有 没有处理好 你的选取就可以出来了 OK 那选取取消选取 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我们把文字 点下来 这个文字是向量的 按右键 转换为选取区域 你看到了他不是 他并不是文字 而是你刚才做文字的文字框 这软体就是这样设计 是不是bug 我也不晓得 刚才我们是圆 他会把圆选出来 结果他现在不是选文字 他就把文字框选出来 而且是原来的文字框 不是我们拉搭变形的文字框 这大概是bug 还没有处理好 没关系 这怎么办 这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选取 取消选取 所以我们现在麻烦是 有一个向量的图层 我要把文字 选出来 怎么选 概念是这样 一个向量图层 可是他是文字的 他不是一般的形状的 我没有办法直接的 把文字 选出来当作是一个选取 怎么办 再过来看这 按右键 我们先把它转换为 转换 转换为颜料图层 真的 换句话说 本来是向量图层 对不对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 颜料的图层 变成颜料的图层 点这个地方 一看图层 这是颜料的图层 颜料图层 OK 就像一般的画画 这样子 已经没有向量的作用了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 再去变形了 你看你点它点它 再也没有办法去 文字 刚才按两下 文字可以变化或干嘛 对不对 因为它是属于功能型的 向量是功能型的 现在已经变成图像 颜料图层 就单纯的 图像 这样子的好处 各位看这个地方 右键 选取不透明区域 不透明区域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你看 它就是一个文字而已 这个地方文字 文字 然后旁边都是透明的 转换成就这样子 所以你按右键 选取了不透明区域 没有 春节不透明区域就被选出来 这是我们要的选取 我们要的选取 好 然后我们选出来了 我们旗上都先把它关掉 好不好 我们选出来之后呢 我们都先把它关掉 关掉 关掉 先不用管 我们现在 好 就是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选取 选取 然后点它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作用在这个图层 我们要作用在这个图层 这个是选取 选取出来的 作用在这个图层 各位你以为看到选取这一层 它这个功能 你有选取的地方 它会在这个地方让你看到了 没关系 先不用急 这里有个选取 这边是 图层 好 编辑 我把它复制就好了 我把它复制 好 等于你这个选取的地方 选取的区域 然后 透过选取的区域 把这个背景 选取的区域复制起来 所以编辑 贴上直接贴上就好 它会在你的上面贴上 贴上 所以你把这个拿掉 出来了 是不是 好 选取把它取消选取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把这个字 把这个字 怎么样 弄出来 就是说 先把文字弄出来 然后把文字选取出来 然后复制背景 这个这样就OK的 现在当然看不到 因为就是这样 OK好 那这样知道了 那第2个我们要来讲 第2种做法 这个透明图层 我们要把透明图层挖空 对不对 老样子 再把字找出来 字找出来 点它按右键 选取不透明 有没有 字又被选出来 字又被选出来 OK 然后 字又被选出来 之后呢 这个关掉没关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选取出来 这一次 按它 因为这个是中间灰色 我们要把灰色挖掉 把灰色挖掉 好 灰色选它 那这个是选取的区域 编辑 剪下 剪下 有没有看到 就是把灰色的挖掉 好 然后一样 选取取消选取 这样两个的作用就出来了 就是说 灰色的 我们把它剪掉 另一种 另一种是 我们直接的把它 变成是一个 copy出来 那最重点 其实核心是在 当你有文字 当你把文字做好的时候 你怎么把文字转换成 可被选取的 那在 Glita这个系统里面 当然这个系统 它的限制 或它的优点 也是这样 我们文字是向量涂层的概念 可是 因为它的向量涂层操作上 只会把 那个文字框 整个框弄出来 所以一定要把文字 转换成 那个 一般的涂层 然后当你转换成 一般的涂层 的时候 一般的那个原料涂层 的时候再用这个功能 有没有 选取不透明区域 就可以把字的不透明的区域 选出来 那就可以操作 这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上的概念 Glita 其实很好用 对不对 就是向量也有 那个点证也有 但倒过来 概念不清楚 你会很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一个很慢的 把概念不断补充跟说明的教法 你理解它 这样你在处理这整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才会得心应手 不然会乱掉 乱掉 好那我们今天就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大家就讲到这边 好那边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好那边 感谢观看